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α是瑞角 那麼他們這個等多少 要用那個 來表示 那這個 我令這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Fα 那我現在給它平方 我把這個Fα 給它平方 那平方以後 就是這個平方 加這個平方 那sinα消掉 就剩下2 減掉2AB 2 乘以這兩個相成 這兩個相成就是更好多三 一減掉 sinα的平方 不過你給它平方 可能會增更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個什麼 這個 因為α是瑞角 所以這個不就個大 這個我們曉得它是大 那這個等於cosα 2 1減掉到3 這是cosα 本來應該取決定詞 這個是1減3平方 是等於cos平方 那你 你 開根號以後的話 cosα本來要取決定詞 但是 α是瑞角 所以cosα是正的 所以這直接就cosα 那我現在 再用那個 半角公式 半角公式我們曉得 sin 2分α等於多少 等於 這個正負 更好 2分之1-cosα 那兩分給它平方 所以這小的sin 2分子α的平方 這個是等於 2分之1-cosα 也就是1-cosα 是等於2倍的sin 2分α的平方 所以2乘以多少呢 2倍的sin 2分α的平方 2分α的平方 好 那我現在給它開根號 m的α 它有兩個解嘛 正負多少呢 正負 正負這個是 2 sin 2分α 不過因為這個大於0 所以要取正的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所以Fα 是等於2倍的sin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A